台風過後 鯉魚們看似一切平靜 但由於位在迎風面又縫大潮 在海邊 用石頭和新版搭建的房子都有毀損 外表看似完整 卻是危機重重 後面的房子只剩下財屋敗瓦 慈一志工頻頻叮嚀要儘快修屋 也送上慰問金和相機犯 謝謝你們這麼多位 愛問我 這麼多人問我這麼多錢 好多謝你啊 我真的很感謝你們這麼多人 這麼有心哥哥 真的 這位楊太太同樣讓人心疼 沒有香港居留鎮 只能來回大陸港澳兩地照顧兒子 靠海邊的木屋是豬來的 颱風來時 床鋪都淨濕了 現在只能和兒子睡在木椅上 志工送來的慰問金解而然眉之急 很大的幫助 又幫到我生活上 急需的錢 又買東西 幫到我很多 多謝 住在這裡的大多是貧困人家 原本就簡陋的房子 狂風暴雨後更是不堪一擊 志工是一一拜訪了解狀況 也允諾會再來 直到大家身心都安頓 大愛新聞真善美志工李建平 香港報導 好 菲律賓七月強震